最新一期天天向上,王一博首次谈起,他在理想照耀中国之抉择中饰演的蒋仙云,王一博,拍完之后,了解到这个人物,然后发现他是那么伟大,然后那么有力量的一个人,然后是敢第一个站出来,说退出国民党,然后加入共产党的这样的人,非常了不起。 讲仙云的一生,是短暂的,但更是光辉的一生,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力量,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,而王一博,也是一个有勇气,有力量,有担当的人,在面对国家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,他在最短的时间内,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,成为合约期内,第一个发声解约的明星艺人,最高拍头的合作,为约金,从小到大的热爱,很多人都不相信,王一博真的会站出来解约,但是,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力量,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,而王一博,也是一个有勇气,有力量,有力量,有力量,有担 人先的勇气和担当,王一博都做到了,虽然他年纪不大,但是他足够清醒,足够坚定,我是中国人,我爱中国,也是他最大的底绩,王一博这样的性格,饰演蒋仙云,也是非常契合的,布东玉导演在采访时说过,王一博是一个非常有力量感的男演员,在目前的青年演员当中,力量感是不多见的,他一定不是一个软弱的男演员,这是肯定的,如果他以前让大家产生了错误的理解,那只能说,他把人先的勇气和担当,王一博都做到了,虽然他年纪不大,但是他足够清醒,足够 那个柔弱演得太好了,每一条路径,都有他必须这样跋涉的理由,每一个胜利,都有他必须那样选择的方向,初心与使命,光荣与信仰,演绎这样一个角色,王一博是很开心的,今天,理想照耀中国正式开播了,让我们一起期待,王一博饰演的抉择片《知蒋仙云》,领略青年将领,绚烂光辉的一生,致敬先烈